那你能掌握这最新消息 我们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 要带您掌握 台塑云林六青 昨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又发生了火灾意外了 先要告诉您当地的民众说 当时两声巨响之后就这样大火出来 当时两声巨响 原本大家第一时间还以为春雷响 结果居然又是六青又传大火 那么民众飞航的受不了 甚至云林现场都说 这个场是不是该关起来了 不管如何 现在现场的最新情况是如何 立刻把时间交给黄国伟 是的主播 云林卖聊的台塑六青 昨天晚间又传出了大火 云林县消防局 昨天晚间就调动了 全县的消防车赶往救援 而今天早上也调派了洒水车 前往实施洒水 让场区和发生火警的地方的温度 可以下降一些 而据当时的民众表示 发生火警的时候 有听到两声爆炸声响 直觉就是台塑六青又发生了意外 而起火的原因 据调查人员研判 应该是管线外泄所导致的 确实的原因 还是要会看之后 才能够比较清楚 不过这已经是台塑六青厂 发生的第四起公安意外 也让当地的民众相当的不满 不会我们听说 就是民众相当的不满 所以在现场有抗议 那我不晓得 这抗议的情况现在是如何 昨天晚间 因为火势大概延烧了两个多钟头 就受到了控制 不过因为接连发生的意外 昨天晚间第一时间 还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在抗议 要求六青来关场 云林县长苏志芬也到场来关检 不过目前六青厂外 虽然已经没有了抗议的民众 不过还是有相待说 要是这起意外 没有处理好 不排除 还要进一步的来抗争 不过我们知道 这个厂现在确定是要停工 受检了吗 是 据了解的 因为火警意外 目前云林环保处 已经先开出了一张 这个100万元的法单 要求停工还要查验 而意外 也让连带的三个厂区 都要暂时停工 而光是其中一个厂区 一天的营业损失 我们初步估计了一下 大概只要2.16亿元 三个厂区合计的损失 难以估计 甚至下游的台塑 南亚和台化 都有可能面临减产的问题 而环保局也在严密监测 来了解空气污染的情形 好 我们先把时间转给主播